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愿不客 我是水风刀 今天是我们愿说书56集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书就是 NASA九大太空任务 我想许多人都知道NASA或是听过这个名字 但是知道NASA它里面到底在做什么吗 不就是做太空的吗 Bingo 正确答案 除此之外 这本NASA九大太空任务 将带着你跟随35位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工程师 一同完成九大太空任务 其中包括了新视野号 但已破解冥光星的秘密 好奇号漫游火星 哈勃太空望远镜 窥见宇宙深处 曙光号探索小行星 科普勒任务找寻可能的生命 土星环的秘密 慧根丝号等等 这些太空任务令人兴奋不已 往往触动我们人类内心深处的好奇心 不过我今天要分享的只有第五章 科普勒任务 这也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 总结出来最爱的一项太空任务 首先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宇宙之中我们是孤单的吗 这个课题通常有两个对立的观点 宇宙这么大 一定有某些生命出现在某一处啊 地球是罕见又特殊的存在 仅有我们这颗地球有生命 那么各位不可们是抱持着怎么样的观点呢 这时候就需要利用到科学来探究这些说法 因此NASA决定推出科普勒任务 这是一种人类的信念 认为我们不是孤单的 目的是要找出其他的生命 所以NASA就在2009年发射了 科普勒太空望远镜 这望远镜的任务 只是要探索那些太阳系之外 隐藏于星河之中的系外行星 没错 NASA的野心很大 他们想知道其他行星是否有 类似于地球生存的环境 所以透过寻找四居带的行星 以及接近地球尺寸或是类似的颜值世界 目标放在四居带是有其原因的 像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 它是位于太阳系的四居带之中 在这片相当狭小的四居带中 阳光不会太强也不会太弱 如果在这片区域以内 行星表面的水会沸腾成蒸汽 而在这片区域以外呢 水又会冻结成冰 形成一个尴尬的局面 而NASA具体的探测做法就是 利用科普勒望远镜上的太空光度计 观测10万颗恒星的光度 检测是否有恒星临日的现象 行星临日就是在行星经过恒星时 会制造出一个微小的日式 每次行星经过恒星时都会出现暗影 借此科普勒望远镜抓取这个资讯 来探测出那些存在的行星 让我们回到2009年 科普勒成功发射后 进入轨道进行它的第一次观测时 就找到一颗小型行星 也就是科普勒10b 这个质量约地球的4.6倍 直径比地球大40% 距离地球500光年的它 是我们第一个发现的颜值类地行星 当时的科学家们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这增加并肯定了地球更大 或更小的类地行星的可能性 这代表了科技的进步 能让我们发现那些藏在太空之中的明珠 虽然它一点也不亮 但是着实让我们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它不位于恒星的视居带 绕行的轨道很接近恒星 温度很高 甚至能将黄金溶解 所以它不适合居住 那科普勒已经找到多少行星呢 卡比兽你猜猜看 好没关系我直接公布答案 这本书在撰写的期间 已经发现了2325颗已确认的行星 此外还有3416颗候选行星 惊讶吧卡比 在这些候选者里面 最新发现最接近最类似地球的行星 它就是科普勒452b 这颗科普勒452b 轨道半径是1.046个天文单位 公转周期为385天 几乎和地球一模一样 它的恒星也跟我们的太阳几乎一样 质量是1.037个太阳 只有行星大小是地球半径的1.59倍 意味着重力可能是两倍上下 但这不能改变它适合居住的事实啊 跟各种科普勒XXX比起来 这颗科普勒452b 无疑是优势以来最OK的一颗 甚至艺术家们替地球与科普勒452b 做了一张情境照 可谓美不胜收啊 OMG 我们知道科普勒452b就在那 一颗跟地球差不多大 绕着跟太阳差不多大的恒星运转着 温度刚刚好的行星就在那里 在它60亿的生命中 它也许也经历过大量彗星撞击 也许有着浩瀚的海洋 也许有着高等生命就在那里 而且就算452b其实没有孕育生命 那又怎么样 我们才看了那么一小块的外太空 才刚发现了几千颗系外行星 那些潜藏的行星还有99%以上 未探索完毕 就找到一颗跟地球这么像的452b 其实适合居住的行星说不定 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来得更多 我确信这个宇宙的某一处 一定还有着更多与地球勒同的行星 甚至是高等生物 就像是2014年4月被称作为地球最像行星的 科普勒186f 它距离我们约500光年 比地球大不到10% 且位居四居带 它环绕着的恒星就比较特别 是颗温度与质量都较低的红矮星 科普勒186f又在四居带的外侧 所以上面会较为凉爽一些 中午感觉可能就像地球日落前一个小时的黄昏 说不定在186f的太阳底下 看似会很舒服呢 嗨 有没有在186f上面的book们可以跟我们讲你的心得 不过听说186f有极大的可能受到潮系锁定的影响 使得终生某一面会直面狠心 而不利生命的发展 时至今日我们也发现许多类似地球的四居带行星队伍 大家可以从图中从左到右分别为 科普勒22b 科普勒69c 科普勒452b 科普勒62f 科普勒186f等 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加入这个行列 最后已经在太空执行9年任务的科普勒太空望远镜 由于搭载的燃料即将在这数个月内耗尽 将结束他的观测生涯 不过在科普勒天文望远镜燃烧淡尽之前 NASA已经发射了他的接班人 临日系外行星寻天卫星TESS 虽然任务相同 但新的技术能让他观测到更多的区域 几乎可以扫描整片天空 扫描我们的下一个可能 太空探索或许平常离我们很遥远 也有许多人曾经质疑 抱怨甚至是愤怒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冒这么多人的生命 但是这些冒险的事迹也改变了世界与我们 这些探索推进了科学 医药通讯运输等技术开发 就举最近的SPEX实践了火箭商业化 而他一切的理念皆来自于火星殖民 这些探索的精神不断地刺激我们的创造与发明的神经 开拓我们对这一切未知的好奇心 最后你可能会问 所以克普勒452B是否可以移居呢 让我来分析一下 由于它距离我们地球1400光年 所以目前的技术来讲还真的没有办法 但是我思考着不久的未来 是否真的可以像科幻小说里面提到的曲速引擎 实施真正的超光速 原本光要走1400年的距离 可以使用曲速引擎 花上几个月就能到达目的地 更或许我们也可以像星际过客这部电影一样 爱瓦龙号载着5000名在休眠中的乘客 直到到达另一个星球的目的地 展开他们的新生活 最后要问不可能的问题是 请问你觉得宇宙中我们孤单吗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你今天约了吗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啊 喜欢外太空宇宙啊 请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生命的朋友 还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留言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